崇光社区大学的暑期班与秋季班即日起开放报名 暑期班共有16堂课程 秋季班更有多达140多门课程 内容相当的多元 举凡语文、艺术、音乐、社会人文、生态环保等类型通通都有 希望能够符合民众的需求 找到适合自己培养兴趣建修的原地 崇光社区大学104年暑期班以及秋季班即日起开放团体报名 个人部分则是从6月22日期展开 崇光社区大主秘吴志祥表示 过去社大并未开放暑期课程 但随着民众需求增加 因此今年暑期班也开办了16个班别 这两年来我们已经在暑假 为了因应同学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在暑假也开一部分的班级 我们暑假今年一共开了16个班级 内容也非常的丰富 有步道、有养生 因为我们觉得步道、养生、健康 是不可以放暑假的 秋季班部分则是开设了140多个班别 除了以往相当受欢迎的课程 另外也配合时事潮流 开办全新课程 包括了乐器、旅游、养生等等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微型创业的一些课程 比方在文创方面、在料理方面的课程 也是除了可以在课堂上面有所学习之外 另外也可以协助想要二度就业 或者是首度就业的年轻人 透过这个课程在文创上面 或者是在料理方面 都可以跟着老师能够有一些学习 从而能够开启这个宅经济的这种可能性 崇光社大主秘吴志祥表示 随着现代人生活品味的提升 今年还特别开设了一门感官艺术与健康生活课程 教大家如何让精神生活更丰富精彩 我们也有从美国回来的一位吴博士吴老师 他也开了一门叫做感官艺术欣赏的一个课程 他的内容包含有咖啡、有红酒、甚至于有烈酒 也有艺术欣赏这个部分 所以蛮多元的 想要报名崇光社大暑期班、秋季班的民众 欢迎电洽29139284 记者声评站门期新店采访报导